大家好,我是阿倩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平常芋头买回家 一般我们都是红烧或者是做汤 今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做出来软弱Q弹 好吃还营养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 是怎样吃做的吧 现在正是芋头 大量上市的季节 这是我昨天挖来的芋头 我们先将芋头清洗一下 先把芋头用刷子 给它多刷几遍 把上面的泥沙 给它刷洗干净 刷洗干净以后 再用清水 多给它冲洗两遍 直到洗至水清澈就可以 洗干净的芋头 直接给它倒入高压窩里面 再给它扣上盖子 上汽之后 大火压20分钟 芋头压好以后 一定要等高压窩的气散掉之后 再打开盖子 芋头压好之后 我们给它取出来 再趁热 将芋头皮给它撕下来 全部剥好以后 再用擀面杖 给它倒成泥 一定要给它多倒一会儿 倒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红薯粉 用擀面杖给它压一压 擀好之后 再往里面加入500克的红薯定粉 然后戴上一次性手套 给它揉均匀 一定要像我这样 用拳头 多给它按一下一下 按至里面没有干面粉颗粒 就可以 像视频中这样软硬适中的面团 接着我们将面团给它取至按板上 然后继续给它揉搓一下 再将它分成小段 然后搓成长条 再给它切成 比是矮次小一点的块 我们再取一颗 放掌心 然后用手 给它搓成小圆球 像这样我们的一个预园就做好了 其实熟练的话 我们用手两个两个搓 也比较快 每两分钟的时间 就搓了这么一大盘 做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下一步操作 锅中将水提前烧开 这里我们一定要多烧一点水 然后下入芋头丸子 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烫到手 然后不要着急给它搅动 开大火给它煮 煮个三十秒 然后我们再用铲子 轻轻地给它推动 搅匀之后 我们再给它扣上盖子 开大火 给它煮三分钟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 像这样 煮至前部飘起 然后膨胀变大 我们立马给它捞起来 然后直接给它倒入冷水里面投凉 经过热胀冷缩的原理 使芋头丸子 更加的Q弹 投凉以后 然后迅速给它捞出来 控水 来看一下 QQ弹弹的 再来切点小料 几个小米椒 给它切成细圈 切好 放小碗中备用 几根小葱 葱白和葱叶 分开切 葱白给它切末 切好 和小米椒放一起 葱叶 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 放入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几根香菜 将香菜 给它切碎 切好和小葱放一起 接下来将锅烧热 下入少许的猪油 将猪油给它熬化 加点猪油 做出来会更香 再下入葱和小米椒 给它煸炒成香味 煸香以后 再下入高汤 接下来 我们来调味 下入少许的生抽 来点老抽 给它上色 再加入一小勺食盐 来点胡椒粉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要放 就是吃芋头丸子的本味 煮开以后 再把芋头丸子给倒进来 像这种芋头丸子 真的是味道非常的鲜美 如果是用它做早餐 做点心 咱们一次性 也可以多做一点 然后给它放置冰箱 冷冻保存 想吃的时候 随取随拿 吃多少 取多少 一点也不会浪费 像这样煮开以后 给它扣上盖子 再沸腾煮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 我们打开盖子 哇 现在汤汁 已经变得粘稠起来 我们再下入一点 自己爱吃的小青菜 然后继续给它煮一分钟 一分钟以后 再把香菜末 和葱花 给加进来 搅拌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芋头丸子 就做好了 将火关掉 出锅 给它装入碗中 即可开吃 像我这样做的芋头丸子 软弱 进到Q弹 好吃 不粘牙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按照我这个方法 试一下 老少皆宜 全家都喜欢 特别是秋冬季节 天气带有点寒意 来上一碗 吃到全身软洋洋的 特别的舒服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鸡肉 鸡肉 好 鸡肉 鸡肉 基本上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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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田中 骨子 拿骨子 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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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准备 放在门下 这种赔鞋 稍微 如此 都是